房地产不再造福 马云李嘉诚暗示未来这两个行业更具前途 在过去十年里 房地产行业一直被人们称为造福机器 这从每年的胡润富豪榜或者福布斯富豪榜中就能一窥究竟 比如恒大的许家印、碧桂园的杨慧妍、万达的王健林 这三位顶级富豪都是来自房地产行业 拥有的财富高达上千亿元 马云虽然不是来自房地产行业 但他创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阿里巴巴 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在业界相当有名望 他每次发表的演讲都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 他曾经说过的预言后来大部分都实现了 对于房地产行业 马云也有预言 他表示未来房价如葱 意思就是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想要投资房地产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划算 继房价如葱后 马云又预言 未来超过我成为中国首富的人 一定诞生在健康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